关于一座小岛的印象可以是蓝天白云水情煞又风景宜人 也可以是与世隔绝黄凉四季阴森恐怖 这取决于你是在度蜜月还是在看恐怖电影对吧 但关键是我刚才说的 这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对比如此强烈的画面 居然就能够同时出现在一座显示当中 真真切切的小岛上 它就是哈特岛 我是火箭叔 今天讲给你听的 就是关于这座不知名的小岛背后所不为人知的灰暗故事 其实说它不为人知可能并不准确 毕竟在2020年4月份的时候 随着无人机拍摄的埋葬死于新冠肺炎病人尸体的画面曝光 哈特岛也从一个可能连纽约本地人都不太熟悉的地方 一夜间变得世界文明了 只不过是不那么光鲜的文明罢了 是的 这个长相酷死人的心脏围于纽约长岛海峡的西部 面积有131英亩的小岛从来就跟光鲜绝缘 它虽然长得像人的心脏 却一直都在埋葬人性 它虽然与全世界最热闹的城市毗邻 却一直都被关进了黑暗里面 绝地三尺是100万具被遗忘了的尸骨 哈特岛的历史象牵可以追溯到1654年 英国医生托马斯佩尔从印第安人手上买下了该岛 作为家族的死人财产 随后哈特岛就成为了一个隐居之地 开始在几个富裕的家族之间辗转切换 直到1864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 这里先是建起了一座有色人种的新兵训练营 随后又在1865年建起了一座战斧营 用于关押南军战斧 于是将近3400名南方联盟的士兵 被关进了岛上一个非常狭小封闭的空间当中 不到4个月就死了235人 开启了哈特岛的恶名 既然名声已经不好了 那还不如一条道走到黑呢 1868年纽约市政府花了7.5万美元 买下了岛上一块45英亩的土地 将它正式变为一个专门埋葬无人认灵 或者无法辨认的尸体的公墓 与此同时呢 岛上剩下的部分仿佛是被这块墓地诅咒了一般 走马灯似的上演了无数暗黑的角色 迎来送往许多过客 但基本上他们的归宿都变成了旁边的墓地 1870年纽约市爆发大规模的黄热病疫情 哈特岛成为隔离区和检疫区 患病的人们被送往岛上的医院 所有进入纽约的船只在这里停靠接受检查 一旦被发现有感染的症状 也就留在这里接受治疗 并最终跟素不相似的人一起 埋到了隔壁 1885年 哈特岛迎来了一波新的居民 贫穷的女精神病患者和结核病人 没有什么意外 来了 这样也就留下了 随后少年管教所 老年监狱 西班牙大流感 隔离医院 收容所 戒毒所 轮番上演 却也轮番落幕 留下了一片废墟 唯一繁荣昌盛的是隔壁的地下事业 公墓里埋葬的尸体越来越多 1950年数字大约是50万 到了2010年 翻到100万 本来墓地的面积只占小岛面积的三分之一 但自从1985年埋下第一具艾滋病患者的尸体后 人们就开始担心 要是把它们埋得太靠近其他的尸体 会不会造成某种无法言表的污染呢 于是散开的墓地逐渐侵占了整个岛屿 把这变成了一个完全无人居住和无人使用的地方 从此 哈特岛的上空就笼罩上了一层接不去的死亡阴影 对了 我在一开始的时候说过 这里埋葬的不仅是尸体 还有人性 此话怎讲呢 本来在1993年以前哈特岛充其量就是一个安置流浪汉 或罪犯尸体的普通乱障岗 除了害人的规模 它并不会揭起多大的波澜 但也就是在1993年 纽约州出台并通过了一项监护人法案 允许法庭为那些无人照料缺乏自主生活能力的人 指派一位法定监护人 这些法定监护人会负责照料受监护人余生的生活起居 医疗伤障 而作为报酬呢 在受监护人死后呢 他们会获得受监护人的遗产 这项法案出台之初 备受人们的赞誉与用户 但没有人会想到 人性与制度的悲剧就此展开 哈特岛则成为埋葬他们的地方 康斯坦是米拉贝利 出生于1912年的纽约布鲁克林区 作为不纪元的她经历过 两次婚姻却都与失败高中 米拉贝利没有房产 只能住住在曼哈顿的一所公寓里面 1999年年过八旬的米拉贝利 被房东质疑失去了生活的自理能力 于是向法院申请为她指派法定监护人 在去世前的四年时间里面 米拉贝利更换过两位法定监护人 最后一位监护人名叫乔安·道格拉斯 是一位极其擅长从接手案件中 获取利益的律师 在米拉贝利2003年逝世前 道格拉斯信誓旦旦的向法院保证 自己安排了适当的运输和账礼费用 而米拉贝利自己身前 也的确拥有一块位于皇后去的公墓墓地 以及从养老金中攒出来的 2000美元伤账费用 但最终半生孤苦的米拉贝利 却和其他137个陌生人一起 被埋在了哈特道307号沟区当中 我以上说的并不是一个故事 而是一篇深度调查报告当中的 一级真实事件 类似这样的案件 还有很多调查表明 这条依据法案所建立的监护人系统 存在着许多背景深厚的律师 他们利用自己的关系网与法律知识 接受大量的监护人案件 从中掠夺被监护人的财产 哪怕受监人只拥有一丁点的个人财产 也会在死后被他们搜刮的干干净净 至于受监护人生前被许诺的 悉心照料与体面葬礼 嫌有人能够真正做到 大多数都和米拉贝利一样 哈特道成了他们最终的归处 而这其中的人性又该归于何处呢 好了 这就是哈特岛的故事 多么希望它就只是一个故事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带你一起长见识